第五百七十六集 当初有个佩国人名叫魏冯 他舌灿莲花有迷惑士庭的本领 在叶城很有名气 魏的相国中瑶 研聘他为西曹苑 行阳人任兰是魏冯的好朋友 他的同俊人郑茂是郑太的儿子 常对人来说 魏冯是个奸雄 今后一定会作乱的 九月魏冯秘密纠结党徒 与常乐卫尉陈谋划袭击叶城 未到预定日期 陈害怕了就告发了他 太子曹丕诛杀了魏冯 还处死了跟他相关的数千人 中瑶也因此案被免掉官职 当初 丞相主部阳和丁怡兄弟策划 立曹直为魏的太子 武官将曹丕对此很是担忧 把朝歌掌吴志藏在旧烛箱中 用车接来和他商议 杨将此事告诉了魏王曹操 曹操还没调查呢 曹丕感到恐惧 告诉了吴志 吴志说 没有关系 第二天又用烛箱载卷 进入曹丕的宅地 杨又报告了曹操 曹操进行检查 里面却没有人 曹操因此 对杨等人产生怀疑 后来曹直脾气骄纵 曹操疏远了他 但曹直却不停地 主动和杨联系 杨呢 也不敢跟他断绝来往 每当到曹直那里时 他就感觉到 曹直做事有不妥之处 杨就揣夺曹操的意图 预先为曹直 曹擬十几条答词 告诉曹直手下的人 魏王如果来拷问 根据他的问话 按照我写图的答案 做出相应的回答 因此 魏王曹操的讯会 刚刚送来 曹直的答词 就已经送去 曹操对这样迅速地回答 觉得很奇怪 经过追问 真相才泄露出来 此外 曹操还因为杨 是袁树的外甥而厌恶他 因此便公布了 他多次泄露 魏王训会 交接诸侯的罪状 把他抓起来杀了 魏王曹操任命杜席 为刘府长使 驻守关中 关中营帅许忧 帅不屈 不肯归顺 而且口出狂言 傲慢至极 曹操勃然大怒 一开始想要讨伐他 很多大臣劝谏曹操 应该招服许忧 让他与您共同争讨强敌 曹操把刀横在膝上 满脸怒容 不听劝谏 杜席要进去劝谏 曹操迎出来说 我的主意已定 你不要再说了 杜席对他说 如果殿下的计划正确 我将帮助殿下实施 如果殿下的计划不正确 尽管已经决定 也应该及时改变呢 殿下命令我不说话 为什么对待下属 这样不开明 曹操说 许忧对我如此轻视傲慢 我怎么能置之不离 杜席说 殿下认为许忧是什么人呢 曹操说 是个凡人 杜席说道 只有贤人知道谁是贤人 圣人知道谁是圣人 凡人又怎么去认识贤人和圣人呢 如今像豺狼一样凶恶的敌人 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 您却先去捉狐狸 人们会说 殿下欺软怕硬 进攻谈不上勇 撤退 撤退也谈不上仁慈 我听说 有千军之力的强弩 不设西蜀这样的小动物 万诞的大钟 不会被草径撞下 如今区区一个许忧 怎么值得劳动您的 英明神物呢 曹操说很好 于是与优厚的待遇安抚许忧 许忧随即归附 冬季十月 魏王曹操到达洛阳 陆魂百姓孙郎等人造反作乱 杀死了县主部 向南走归附了关羽 关羽为孙郎授予观印 还给他军队 让他回去做贼寇 在许都南部 处处有人跟关羽邀相呼应 理应外合 关羽的威名远波 震动了整个中原地区 魏王曹操与群臣商议 准备离开许都 以躲避关羽的威风和锐气 丞相军司马 司马懿 西曹曙蒋济 对曹操说 于晋等人战败 是因为大水淹没 并非因为攻占势力 对国家的计划 并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害 刘备和孙权 表面看上去关心密切 实际上很疏远 关羽得志 孙权必然不愿意 可以派人劝孙权 去制衡关羽的后发 只要我们答应孙权 把江南封给他就行了 这样 樊城之危 自然就引刃而解 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当初 鲁肃 曾经劝说孙权 由于曹操势力仍然存在 应该暂且安抚 结交关羽 和他共同对敌 不能和他失去和睦 吕蒙代替鲁肃 驻军路口的时候 认为关羽一贯勇猛 雄武 怀有肩并江南的野心 况且他的军队 驻扎在孙权势力的上游 这种行驶难以持久 便秘密告诉孙权说 如果现在命令 征禄将军孙骄守南军 潘璋驻守白帝 蒋钦率领流动部队一万人 沿长江上下活动 哪里出现敌人 就在哪里投入战斗 而我在我方的上游 聚守襄阳 这样 何必担忧曹操 何必依赖关羽 况且关羽他们 诡计多端 反复无常 不可以真心相待 现在关羽之所以 没有立即向东进攻我们 是因为您圣贤英明 以及我和其他将领们 还存在 如今 不在我们强壮的时候 解除这一后患 一旦我们死去 再遇跟他较量 还有可能吗 孙权说 现在我准备先攻去徐州 然后再进攻关羽 怎么样啊 吕蒙说 如今曹操远在黄河以北 安抚幽州 冀州 来不及考虑东部的事情 其余地区的守军 听说不值得一提 只要前去进攻 就可以打败 然而陆地交通方便 适合骁勇的骑兵驰骋 您今天夺去了徐州 曹操十天之后 就一定来争夺 尽管用七八万人防守 仍旧不能万无一失 实在令人担忧啊 不如击败关羽 将长江上下游 全部占据 如此一来 我们的势力更加强大 也就容易守卫了 孙权很赞同吕蒙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